民進黨那些途中啊 就開始講 賴清德以台灣官方的副領導人身份 接受日本怎麼樣怎麼樣 日本人嚇壞了你知道嗎 這不是我們的默契啊 你官方的方式你是不可能進來 我是給你私人的那個 那你應該很遵守 安倍晉三自治台獨眾人皆知 可是他在當首相的時候他不敢 那民進黨就想說這個交情很好 所以他就派了台灣的副領導人賴清德去 賴清德本來是要偷偷摸摸去 因為日本給他簽證嘛 那去的時候日本人 日本的官方跟他講 你就是以他的民間友人身份 你來這邊沒有頭銜喔 賴清德因為他也不想得罪日本人 他還想選台灣的領導人啊 要日本人的支持 所以他就低調去 可是台灣民進黨那些圖眾啊 就開始講賴清德以台灣官方的 副領導人身份 接受日本怎麼樣怎麼樣 日本人嚇壞了你知道嗎 日本人說這不是我們的默契啊 你官方的方式你是不可能進來 我是給你私人的那個 那你應該很遵守 賴清德其實他也很遵守 他不接受訪問他偷偷的進去 可是有些人就要大張旗鼓 一個在日本的台獨的台灣人 叫金美玲 一個台灣的這些立法部門這些人 每天唯恐天下不亂就去敲鑼打鼓 把賴清德嚇壞了 蔡英文自己也不敢講 賴清德是我派遣的特使 台灣的涉外部門的吳釗燮講 沒有他是 私人的身份最好笑是什麼 各位朋友最好笑來了 最好笑就有人去問日本的外交部門 外交部門說 蛤賴清德 沒有這些話都沒有講 他們講了幾個字最好笑 他用記者問說台灣的副領導人賴清德 來跟安倍首相上香 那我們的涉外部門你有什麼評論啊 結果日本的外交部門好好笑 他回答記者說 你所說的那個人我們不承認 各位你重重的被打臉 各位台灣這些台獨的人 還有民進黨那些支持者 還有他們立法部門那些人 在這邊敲鑼打鼓 日本人根本不承認 現在 fullness 我的iten 科植